匹哥一宫走的是双轮温赵轮和方一轮 其中温赵轮出局爆了一个大冷门 以他的名气不至于遭遇一轮游 二宫淘汰人选目前有两种说法 一说是朱家琪和蔡衡 另有真瓜主更证实是朱家琪和黄毅达 具体是哪两位过几天三宫录制的时候就知道了 除了选曲和分组之外 三宫还有两大看点 一个是单场人气王花落谁家 另一个则是谁将打到回府 综合来看 人气王主要有四位候选人 分别是陈小春 张志玲 苏友鹏 任仙齐 无论开位和国民度都不是其他人能比的 陈小春就不多说了 上一季毫无悬念的以第一名成团 而且公演从未跌出过前四名 张志玲去年拿到过二宫第一 也曾连续两次前五步入 名次有一定的波动 要说陈小春最大的劲敌 非苏友鹏莫属 要知道他可是初代男团小虎队的成员 还有五二哥 杜菲 张无忌等大爆的角色 跨界当导演也大获成功 观众员不是一般的好 而且相较于陈小春 苏友鹏是首次参赛 无疑更有新鲜感 早前P哥小组的网友发起了开播前好感度调查 任仙齐在32位哥哥当中高居第四名 昔日天王的影响力不可小觑 跟上面四位老大哥相比 李承轩第一季虽大放异彩 号召力确实存在一定的差距 但仍稳坐第二梯队领头羊的位置 如此一来只剩下六个人面临被淘汰的危机 第一位是仁科 同为摇滚乐队的主唱 上一季的陈辉比他资深的多却止步于二宫 第二位是艾斯杨长青 这一季rapper固然是稀缺资源 不过有张振月在 加上潘伟博也能说唱 他并非无可取代 第三位是张静宁 同为演员的他人气背景比不上金翰范士奇等人 如果如瓜主爆料 蔡横二宫幸运的留下了 那么三宫他仍然处在危险边缘 剩下的两位是马迪和郝云 两人都是偏摇滚挂的 风格在这个舞台上不吃香 另外人气也处在中下游 概括来看 皮革二三宫比赛分为两轮 六个部落贡献了八个舞台 其中有四首是华语乐坛的金曲 分组情况 六个部落实力难分伯仲 三宫的二十八位哥哥分为了六个部落 六大队长分别是陈小春 张志玲 任仙琦 苏友鹏 张正月和吴克群 我猜依据可能是二宫的个人火力值排名 选取情况 八个舞台四首金曲 同样三宫的选取依旧值得备赞 八首选取分别是告五人的丑人多作怪 马赛克乐队的《回到未来》 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 齐琴的《袖手旁观》 张碧晨的《Interstellar》 简迷离的《私人生活》 毛不易的《无问》 以及苏打绿的《吴与伦比的美丽》 其中《一场游戏一场梦》 《袖手旁观》 《吴问》和《吴与伦比的美丽》 都是华语乐坛的金曲作品 皮革二的选取确实值得肯定 赛制赛果 四大金曲两两PK 人气三巨头联手却失利 皮革二三公分为两轮 第一轮是六大部落 三三合作的舞台对决 最终《回到未来》 输给了丑人多作怪 《回到未来》的出战人员 是三大队长 陈小春 任仙琦和苏有鹏 丑人多作怪的出战人选 都不是队长 分别是吴克群部落的吴建豪 张正月部落的潘伟博 和张志玲部落的迈克 陈小春是上一季的C位 任仙琦和苏有鹏 是本季C位的大热门 但可惜 人气三巨头联手 依然是失利的结果 至于具体原因 我们只能等正片播出了 第二轮的第一场 是金曲对战金曲 一场游戏一场梦 PK袖手旁观 最终后者胜 这两个舞台的出战人员 都是歌手 人气相差也并不悬殊 现场观众 可能更容易被袖手旁观感动 毕竟这首歌的改变空间 还是蛮大的 第二轮的第二场对决 是Interstellar和私人生活 结果是后者胜 虽然原唱张碧晨的知名度 比简秘力高 但Interstellar的穿唱度并不高 当然了 这一组的人气差距比较悬殊 在P哥的受众群体中 但那是陈小春和李承选两人的人气 就高于吴克群 吴建豪 艾斯和马迪四人的人气 第二轮的最后一组对决 依然是两大金曲的对决 吴问PK吴宇伦比的美丽 结果并不意外 后者胜 至于原因 首先是吴宇伦比的美丽 传唱度要比吴问高很多 其次是张志玲部落的平均人气更高 而仁仙奇部落中的张俊宁 蔡衡和郝云 应该是拖人气后腿的三位 第三个原因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现场观众爆料 袁永宜也参与了 身穿白色婚纱 而张志玲身穿白色西装 从舞台的一边全力奔向袁永宜 完全就是一边表演 一边补办婚礼 张志玲还说 现场观众都是他俩婚礼的见证人 这份感动 这份甜蜜 现场观众如何抵抗呢 总而言之 P格二三宫的这一名场面 届时一定会登顶文娱热搜榜第一名 我和大量网友一样 已经迫不及待了 由于打算